大家好,我第一次認識葉牧師的時候 我就在一間教會上一場是我說的 第二場是葉牧師說的 但我提前就有一個牧者跟我介紹 葉牧師很厲害的 我就很期望他的出現 後來葉牧師出現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老人家 我覺得這個老人家對我應該沒有什麼幫助的 所以我就不用去聽他的道 我就躲在一旁 後來聖靈就提醒我 你去看葉牧師是怎樣服侍的 我也是覺得這個老人對我沒有什麼幫助的 神又繼續說話 他說你去看他怎樣服侍 我也是覺得對我沒有什麼幫助的 後來第三次 然後聖靈又繼續跟我說話 哎呀我就覺得大件事 這件事聖靈退城一般都不是小事 後來我就走過去 打算去看他怎樣服侍 但我跟他服侍那些老人家 距離差不多四至五米那麼遠的地方 後來就有一陣風吹過來 我如果不扶著那些椅子 我就站不住了 我當時就明白到 哦原來聖靈提醒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跟著呢 聖靈就給我很多很多的啟示 說來說就有點長了 後來過了一個月 我就邀請葉牧師到我那裡 去跟我們建立 幫我教導我們的老師 去到那時候 我們有兩個地方 這個地方 人能夠聽到葉牧師的講話之後 就很開心 並且又有聖靈充滿 後來我覺得 我說那個另外一個地方 還有一大地 我就帶葉牧師 我打算去那裡 跟那些小朋友一起討論一下就好了 然後那天很累 我就打算休息一下 剛剛躺下來 大概都是十分鐘左右 最累的時間 聖靈就提醒我 你起來 叫那些老師 來聽葉牧師分享 我說我很累啊 後來聖靈又不斷提醒我 我就覺得 我就醒我了 聖靈提醒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就起床 叫那些老師 集中一齊 來聽葉牧師的講話 他們聽到之後 哇 好感動啊 他們的 曾經的那些受傷的 又安慰了 還有他們的缺乏 後事一陣子 全部解決了 跟著呢 他們就很有力量 和精神 重新起來 服侍 我就覺得 這個聖靈是 葉牧師的身屬 真是很大的 很大的 對我們的幫助非常之大 這些是 後來我就覺得 葉牧師的課很寶貴 然後呢 我就邀請我們教會 所有的傳導人 包括我的童工 我說有一個葉牧師 講課 對我們的生意 和我們的服侍 幫助很大的 因為他講到的 全部都是宣傳神的禮善 神的偉大 和神做的事 後來我們教會呢 聽到我說之後呢 就全家人 帶了他的 他的夫妻 小孩子 和他的公公婆婆 全部都來了 來到之後 一聽到之後 真的得到非常之大 那些夫妻呢 來聽葉牧師的課 之前呢 覺得自己沒有用啊 覺得自己很軟弱啊 很枯罩啊 沒有力量來服侍啊 後來 他來聽到葉牧師的課之後呢 嚴醉悔改 而且充滿聖靈的同在 再回來之後呢 本來呢 他很軟弱 打算停一段時間不服侍了 然後呢 他就很充滿聖靈的同在 重新起身 服侍 包括他的小孩子 有聽話 他的父母呢 來聽葉牧師的課之前呢 不是這個病在那裡 痛 總之呢 那些問題一直都是存在的 後來 他的父母來聽到葉牧師的課 回去之後呢 沒有病痛了喔 好精神喔 支持他們夫妻兩個 好好服侍神喔 直到現在 我做半年都是這樣 以前服侍的 後來呢 呃 我又繼續 又想 又請葉牧師過來講課 我在想著的時候 我說上帝啊 我要怎麼做呢 後來 聖靈就提醒我 豈不知 你經歷了這麼多的逼迫 就是為了 今次要傳揚 要接受 葉牧師的講道 我一聽到 聖靈這樣跟我說之後呢 哇 我嚇了一跳 原來 葉牧師的道是很重要的 因此呢 我就將我的教會 和其他教會的那些人 全部集中一齊 來聽葉牧師的講課 結果呢 個個聽到之後呢 都覺得非常之得咎 實質上呢 很多教會呢 都是很需要葉牧師這個課程的 我又覺得我以前的講道呢 就是很多劣法方面的 很缺乏這個真言 所以呢 我聽了葉牧師這個課之後呢 我就跟很多間的教會和牧師 都想著安排時間呢 要來聽葉牧師的講課 這個書要 那麼呢 我覺得 聽了葉牧師這個課之後呢 對我們的夫妻的關係 和我教小孩子的方面 還有呢 我是教會的講道 最重要呢 是我自己本人的三年 重新調整壓 以前我覺得我自己幾好行的 但是 我聽了葉牧師 我覺得以前太過差了 就是呢 因為太多的時候呢 講自己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太少的時候呢 講神在我身上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所以呢 尤其是這次來聽了葉牧師的講課之後 得到非常之大的啟示 葉牧師很有耐心的 幫助我們很清楚的認識 怎樣全容神的美線 所以我們今天所有的人 來學習之後 都會覺得 哎呀 聽到這場道太遲了 早點聽這場道 都不知道多好啊 即是很後悔 又很想多些在這裏聽 但是又有時候太多事 他們就算走的時候 喂牧師我好不捨得走啊 我很想繼續聽啊 不要緊的 錄得錄來 下次給你們聽 聽葉牧師最大的收穫就是 以後 我要多些全容神的美線 少些講自己 很多老師呢 聽到葉牧師的課都改變了 尤其是有個老師 他講話呢 我也說 你要改變一下講課的方式 還有帶小孩子的方式 他說好鬼 又不知道怎麼改啊 即是他還沒聽葉牧師的課之前 他說 你聽完啊 你不聽完 我怎麼整理啊 啊 你點點點啊 就是這樣 即是很煩惱這樣講的 那天呢 他就停了三天時間 來聽葉牧師的課之後 哎呀 覺得自己真的很無愛心啊 後來他回去之後 做學習葉牧師的服事 跟那些小孩子 祈禱啊 耶穌愛你 祂很喜歡你 祂看重你 我都是很喜歡你的 之後呢 他按照葉牧師的方式 去照顧那些小孩子之後呢 他每個都聽了 成績又提升 而且那些小孩子又喜歡做他 六月六號晚呢 我就照顧大家各個地方 過來這裡學習 我通知這個 通知那個 他們又問我 你來多些人得不得啊 就是關注我 台北已經超過要來的人了 我在這裡看了 看到晚上十二點幾鐘 那時候呢 聖明就跟我說話了 他說的話 我看重你來 學習葉牧師的課程 多過你去訓練那些老師 我聽了這句話之後呢 我就想想 停下來 然後呢 繼續呢 聖明就給我提到一張圖 這張圖畫呢 就說 你裝備後之後呢 會處於這一片教會 我看到這片教會很多的 啊 等一下呢 那圖片就不見了 後來我就靜下來 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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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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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出於聖明的提醒 這件事呢 我就 信服這個神的待靈 因此呢 我就把我的 信息發出去 因為 我現在有特別的事 這次學習呢 就取消了 你們準備要來的話呢 就不用來了 他們就問 為什麼會取消呢 我們什麼都轉口 去了喔 我說有特別的情況 我沒有辦法和你們解釋 暫時甜蜜 這些是六號晚黑的事 到七號晚黑了 我又覺得 有些 好像有些什麼疑問 我就來問這個神 我休息一下 我問神 我神啊 耶穆斯這個佛神高見論 多重要啊 我是這樣問 問了之後呢 神又 讓我看到一幅畫 那幅畫呢 就全部都是黃金的 然後你就看到耶穆斯 躺在那個 黃金的地方 接著就有一個聲音出來 就是耶穆斯的說過呢 就是這些黃金的樣子 我一提到 哇 真是的 又這麼重要啊 這些是六月七號的馬黑 到六月八號的馬黑呢 我打算十三號到十四號 我要來學習嘛 我就要將做的東西全部做完 如果不做完呢 我就對不起那些來學習的老師 因為他們不可以 來到我這裡學 他們就要在網上聽嘛 我就立刻錄給他們 我十三號和十四號 然後呢 才會安靜的來學習 然後呢 到八頭晚黑 我看到兩點幾鐘 很累了 第二天七點幾鐘 我就要起床 八點鐘 第二天我就要講課 我投夠我是上帝人 我真是力量不夠 或者呢 可能我都不知道講什麼 等到我講課的時間呢 就是聖靈就將聖靈 平時教我的那些課程 什麼聖經啊 講哪些道啊 那些聲音 很清楚地講出來 我就專注講 接著我們九號 早上就和聖靈聖靈充滿了 哇 他們起床講見智啊 總之聖靈很充滿的 就是我是很疲倦的情況下 聖靈就將第二牧師講過的那些聲音啊 講什麼經文啊 怎樣怎樣怎樣 整個早上就聖靈聖靈充滿了 大家真的很開心 這個情況 所以 聖靈帶領我的東西 不是好像夢想那樣 就是摸不著的那種 它是給我親自感受得到的 所以我就很安心的 就等到十三四號等聖靈師過來 就抽時間來學習 這個課程真是很重要 很多教會等著要的 所以現在我們 現在我們這個教會 禮拜日的下午 所有的東西放下 就是來這裡學習 打開聖靈師的錄音 和那個視頻就在這裡學習了 學習大家就在這裡分享 就是都很喜樂的 感謝主 永要歸給主 阿里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 感謝主 永要歸給主 其實我不是 我就是神的恩典 改變我 教導我 帶領我 我以這個神屬性講道法 時時講出神的屬性 和恩典 推動人去遵從神 是神的愛激勵 所以是可以輕鬆 輕鬆去遵從神 而且一遵從神 神就歡喜了 就算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都不能不得上次 所以可以侍奉的時候 很開心 很輕鬆 而是用恩典推動人 就好像戀愛的時候 那些人很甘願 為對方做好事 我們被耶穌的愛感動 都很甘願去祝福人 去侍奉神 就不是好像 那些人婚姻不好的 經常吵架 經常說你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很多人信耶穌都是 你要祈禱 你要悔改 你要全福 但是呢 神想我們是多些說 耶穌這麼疼我們 我們一祈禱 神就很大的祝福 神又感動我們祈禱 又幫助我們 提升我們 那就用神的恩典推動人 人更加享受神 喜歡神 歡喜神 又有動力去親近神 神又喜悅了 因為我們就是宣揚 那照我們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就是宣揚祂的美德 還有呢 讓基督在我們身上 照常顯大 讓耶穌在我們身上 顯露出來 並且 活著 現在活著 不是在我 是基督在我們 活著人 看到耶穌的愛 在我們身上 這個就是神俗性 講道法 感謝主啊 神賜給我的 我將榮耀歸比主 我真的不是覺得自己 有什麼偉大的地方 而是神的恩典 改變我 更新我 我就很感激神了 感謝主 榮耀歸比主 榮耀歸比主 我試試過 好 可以 有什麼 我看 你 會 在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